中国侦察气球侵犯美国空域遭击落双边关系再生变数 近美国两日发现一枚中国侦察气球侵入领空 让国务卿布林肯南德的访中计划宣告延期后 美国国防部4日下午出动战机于南卡罗来纳州海域上空将它击落 布林肯3日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毅通话时表示 将待情势允许实在则日防北京 目前第一步就是让侦察气球离开美国领空 台湾外交学者认为 此事件凸显美中互信不足 美方虽努力建构与中国关系的护栏 但彼此共识很低 美中竞争关系短期内难以消解 纽约时报也引述学者看法指出 中方近来努力试图改善与美国的关系 但这次事件让北京前功尽弃 金马地区民众春节交通专案7日起常态化执行 行政院大陆委员会4日宣布 春节小三通专案将于7日起常态化执行 金煞航线维持每天至多一班 新增金门泉州航线每周至多两班 马祖往返航线增加为每周至多四班 不过搭乘人员仍限定为金马地区的民众与陆配 两岸维持近20年的小三通 因COVID-19疫情于2020年2月10日中断 行政院会去年12月通过金马地区民众春节交通专案 实施日期为今年1月7日到2月6日 对于陆委会最新宣布 有台商表达期盼进一步扩大 适用于金马地区居民与大陆配偶以外的对象 共同社说 日本今年春季起限制对中输出半导体制造设备 共同社4日报道 日本政府修订外汇法后 将于春季开始限制向中国出口先进的半导体制造设备 新规定不会具体提及中国 以降低北京当局报复的风险 消息人士表示 日本与荷兰已同意跟进美国 停止出口诸如尼康公司 Nikon Corp 和艾斯摩尔控股公司等业者生产的半导体制造设备 以防止中国开发可用于增强军事实力的先进晶片 但目前只有美国官员公开承认有这项协议 中方外包网军攻击蔡总统苏贞昌脸书国安单位破解模式 国安人士指出 中国委托大陆网络行销公司发动网络水军 进攻总统蔡英文及前行政院长苏贞昌脸书 国安单位已分析出825个异常账号 破解中国运用散播谣言四阶层认知作战模式说 第一层运用抛弃试架账号发文 再由第二层境外人士管理的脸书粉砖协助截图分享 第三层则运用大量人头账号扩大转传 第四层则为第三层架账号分享至国人常用的公开脸书社团 增加争议讯息的触及率 误导国人持续转传至其他脸书社团或LINE封闭群组 借此达到中国洗脑台湾与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标 情姿显示 中国借上述手法介入去年九合一选举 并已将下阶段目标设定为影响2024年总统立委选举 iRent各自外泄核泰道歉提供逾40万用户实数补偿 核泰集团旗下核云行动服务共享器机车品牌iRent日前爆发各自外泄事件 4日正式发出道歉声明指出 经初步调查 近三个月内可能受影响用户为14万名 iRent将扩大补偿对象 把资料库启用以来所有曾设潜在风险的40.01万用户全数 纳入本次应对范围 提供实数补偿方案 安博核子社侵害72公司著作权检方起诉在台负责人请求从众量刑 一人陈建州于2021年间使用机上和观看侵权的影视内容 引发关注和议论 新北地检署4日指出 台湾安博公司黄姓负责人等人与中国盗版侵权业者合作 提供窃取并重置72家公司节目频道的讯号后 上传至境外网络伺服器 提供装有安博盒子及对应电脑城市的消费者观看 伟来电视与八大电视等节目 违反著作权法 递检署提起公诉 并请法院从众量刑 专访 圣克里斯多福驻台大使曾留学台湾6年开新初始第二故乡 今年是台湾与加勒比还有帮圣克里斯多福及尼维斯建交40周年 驻台大使范东亚Dania L. Francis曾在台留学6年 不仅爱把我是台湾人挂在嘴边 还把从她学生时代至今都很照顾她的一位台湾女士当成在台湾的妈妈 范东亚说 台湾在她的故乡可说是家喻户晓 他希望台湾人也能更认识她的国家 她在去年11月上任 至今已走访无所学校宣讲 判打开客国在台湾的名声 让大家知道客国虽小 却是台湾最好的朋友之一 中国顶级富豪求自保找到新天地撒币消费不手软 北京当局近期接连打压科技巨富和逃税名人 加上长达三年的COVID-19清零措施 以促使许多中国富人向外寻找安全避风港 法新社报道 一些富豪已开始预定前往新加坡的机票准备移民 新加坡过去60年都由同一政党执政 法律也禁止罢工和街头抗议 税率相对较低 人口又以华人为多 一间移民咨询公司协助中国客户寻找豪华公寓与聘雇司机等 总裁钟桂天说 这些富豪花钱的方式很疯狂 经济学者说 新加坡一边与美国维持密切安全合作 一边与中国保有稳健贸易往来 是可以让顶级富豪做生意非常方便的中立地带 林俊逸淘汰中国选手金拼泰国语赛冠军苏靖恒 叶宏未及牺手闯决赛 台湾左手重炮林俊逸四日在泰国语球大师赛南单四强 以21比15与21比19淘汰中国选手石宇齐 晋级冠军战 五日将寻求本季首冠 以及个人生涯超级300等级的第二冠 另外 台湾南双组合苏靖恒与叶宏未在四强赛 以局数2比1战胜印尼组合闯进决赛 创两人合拍以来在超级300等级赛事最佳成绩 南单与南双两组人马五日将分头争夺冠军 林来峰风潮有光环有阴影林书豪选择做自己 前NBA球星林书豪因2012年的林来峰旋风受到瞩目 那股热潮激起美国亚裔社群内心深处的响望 至今未消退 林书豪出身加州 从小一路练球 哈佛大学毕业后参加NBA选秀 虽然肤色为他带来许多挫折 但他并未放弃 2012年2月4日 加入尼克的林书豪攻下生涯新高的25分 并绿队打出7连胜 2月10日林书豪面对布莱因领军的洛杉矶胡人队时标近38分 轰动全美 但他曾说 那一刻的光环形成后面10年的阴影 林书豪前后转战NBA不同队伍 也曾加入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如今选择台湾作为职业生涯后段的停靠战 对球迷来说 不论林书豪在何处 都期盼他能真正做自己 以上是今天的重点新闻摘要 每日6分钟 掌握天下事 中央社早安世界 明天再见